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珊 股市瞬息万变 一定要锁定33老师的节目 要记得哦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问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干扰 所以整个台股又向下的修正 当然今天这个行情 大家都会预估到 这个比较紧张的气氛 目前中国的部分 开始有射飞弹啊 什么一些措施 所以让所有的人在这边有些紧张 我希望大家心平气和 那个裴洛西要来 他是个客人嘛 我们也欢迎他来 但是这个政治的问题 珊珊老师真的是不会解释 但是我光看我们的台股 这个这两天的一个修正 并没有完全就是因为我们的财报 我们的什么基本面不好 就是完全因为这些news的干扰 所以大家心平气和 我们要看这两天 这个短暂的利空 他所干扰的台股 如果完全都是心平气和 然后和平落幕 我相信台股会重返万物 亲爱的朋友 今天再度的出现了地缘风险 包括台股 包括雅谷全军覆没 所以在这边大家平常心看待就好 短暂的利空 也是给大家另外一次的机会 我想此次的台股 从低档 自从我们的大家讲出来 涨了一千多点 那么一千多点当中 很多人在观望 那么当有下一次的一千点 你愿不愿意参与 此次的利空刚好 上周五的万五 这两天的拉回 那么等这些事情和平落幕 那么台股回归到自然的轨道 那么将是各位的机会 通常我们在股市 news的干扰 政治的干扰 对 都是短暂的 除非有重大的 什么这个倒闭 那个倒闭的 那个重大不可扭的 才会造成很糟糕的格局 否则在这里 我想这个中国的部分 对我们台湾常常文攻武嚇 这是很多次 那么这次稍微严重一点 但是希望这个事情 就到这边为止 那我们的股市 要回归到正常理性的轨道 OK 所以呢 在这边大家心平气和 近代今天晚上 明天的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那么三三老师 有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赖一个台湾 赖是小辣鼠QQ33 Telegram是股市付千金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te的部分 在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着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egram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射 演变个股的操作 李昭TV 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开盘 直接跳空 那么今天开盘 就是今天最高点 而今天往下重灾的时候 有破了当时我给大家的 那个摩斯密码 但是在收盘 摩斯密码又被克服了 这个盘怎么解读 请看 今天直接跳空下 开盘 那么开盘 就是今天最高点 那么开盘之后 一路的抖抖抖抖 这边有八十几点的角 但是今天肚子的部分 达到一百多点 所以这根的K线 判读为一个 秋空下开的大阴线 中场跌了234点 收14747 14747 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当时我给大家两道轨道线 下面的摩斯密码叫14716 今天盘中有破 但是尾盘缩缴了 还有站回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 所有的一些重型股 几乎全军覆没 还有包括我们上市柜的 都是如此 今天下跌的加速非常多 因为每个人都被吓趴了 所以形成这种不安的情绪 昨天就开始 有在反映这件事情了 昨天还不知道 这个议长到底要不要来 但是昨天晚上已经确定 今天晚上会来 所以昨天行程 也是低盘开出 抖来抖去 所以昨天根本 就没有再重返万无 那昨天最后以小碟18点作收 还说到这个关卡小黑十字 到了昨天 我跟各位说这个形态还是两道关卡 叫做连续新线 这边有比较大支的 有小支的 所以在这边处了蛮久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边我给大家14716 也就是上周给大家的摩斯密码 而这边给大家15035 今天很显然的没有上图 而是下破 所以我跟各位说 关键价上图下破 为盘式直工或整理工 那么今天很显然的 这个盘式选择的下破 那我们来看 今天这个格局呢 扩大这 下破 1476有破 但是呢 这边有缩缴 可是缩缴当中呢 今天却留一个空方缺口 所以呢 当这个空方缺口出现了 这个形态 就不能叫做连续新线 所以呢 今天形态转变为一个 跳空下破的形态 下破 也就是当时我给各位这个关键价 这里 本来在这边 这种走势 它是一个横盘 但是由于今天出现了空方缺口 这个形态 就要扭为这种形态 它是先走下破的 但是收盘 有站回去 今天各位都知道 美国众议院的院长呢 佩洛西今天晚上呢 会来我们台湾 我们也是很欢迎他 那希望事情能够很平安的一个呈现 而目前呢 整个一个地缘性的风险升高了 有三个 比较多的 就是呢 像地缘性风险啊 这种政治干扰啦 还有今天我们的台币啊 到昨天到今天都有触及到30块啊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 大家恐慌性的一个呈现的结果 还有一个就是呢 中国的部分啊 从前天昨天到现在 都有那个文攻武嚇 到今天中午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的食品啊 到那个进口到大陆不能进去了 它全部不合格了 这个实在是也是蛮多的 所以今天呢 中尾盘的时候呢 食品股啊 很多就是直线下来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两天大家注意啊 如果能够此次和平落幕 那么短暂利空后呢 为最佳的进场点 因为大人在里面 你们就安心吧 不然以今天这种 大家下趴的格局啊 不是跌两百多点 也不是这样 有一个缩缴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大家长的做法 所以明天呢 我给各位这个14760 明天先以关键价 论大盘的强弱度 明天如果能够先暂回 那就OK了 那因为明天呢 那个裴洛西他还在我们台湾嘛 那明天是他听说 他是傍晚才要离开 那到底这段时间会有什么事情 希望一切都和平 一切都很完美 那如果有怎么样 那明天我们看那个盘市 可能明天的盘市呢 有可能还是闷在这个地方 所以明天暂时先给大家 这个关键价 来分我们大盘的强弱度 那么明天我再跟各位追踪 明天的一个收盘的结果 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台积电 跌破了500块大关 那么今天呢 直接跌了12块 收这个数字 比较糟糕一点 但是呢 这个行情要怎么看呢 这个台积电呢 可以发现 当时呢 在8月 8月初的时候 这边呢 昨天还在这 上礼拜呢 还在这 就是那个510元 但是昨天呢 整个变连呢 开始有些的松动了 我昨天也跟各位说 连CEO都出来说了 台积电是 所有人拿不走的 在这里面 大家就要 就要好好的呵护 那么台积电今天呢 也跌破这边 当时这边的一个位置 比较弱一点 但是呢 这边以线形切过来 他只不过在这边 做一个跳跃式的走势 那么今天这根线呢 它的量比较多 那量比较多代表呢 刚好收了这个十字 等于说是大手来大手去 所以呢 以这种走势来看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很快就会乘返500元 那么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有黑抖动就买 当基本配备 各位都知道 我们的大手 如果要护 第一档一定是台积电 这种重型的股票 还有呢 其他像那个传产的那种龙头 所以这档股票 各位多留意 连那个CEO都出来说话了 我想我们台积电的地位啊 是别人拿不走的 所以这边呢 大家注意了 只要呢 没什么特殊意外 很容易再返500元 所以呢 台积电我的看法 有抖动有黑 你就进场 当基本配备 接下来 中兴电 今天没有继续涨 但是今天还收红K 那珊珊老师 今天跟各位说 我还没有进场 因为昨天我已经跟各位说全速货率弱带 然而今天呢 这种走势啊 很明显 就是在这边除来除去 那这种不上不下的 我还没有进场 因为我要的关键买点还没到 那么今天很明显的 这边直接量缩了 今天算还是蛮强的 那我今天没有进场 因为前面呢 这边呢 我赚了五根的红K 昨天跟大家交代 从那边到这边 每天涨每天涨 五天的红K 那么 犯算百分比啊 大概18% 那我跟各位说 我今天还没有进场 我什么时候要买中兴电 那中兴电买点在哪里 请各位来预约 我什么时候要买 那如果我不买 赚了这么大大把的钱 我要买哪一档 赶快来预约 这是大家最好的机会 因为呢 前一波一千田没赚到 真的很可惜 那么当这个时候呢 再有一次机会 你一定要参与 OK 接下来 火箭四号 今天整场都是很强 没有像大盘这样暴跌 今天这边呢 大脚进去 还拉了一波红色的 中场应景一下 那这个股票呢 各位看一下 昨天滚压2.7倍 直接强攻 那么昨天我跟各位说 这张股票 美逢红柱 这个美打错了 美逢红柱必带量 郭老板的低果卫星 昨天是不是 又一根 增量红柱 增量红柱 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哇哦 今天有没有喷过昨天红柱的糕点 这种啊 标准大脚在里面吃货 那今天中场呢 不偏不倚的收一个 十字很标准的十字 那么十字他有越过昨天的糕点了 然后这种量有进来 所以呢 以这种形态组合 我直接跟各位说 当时那边有一个47.9很快即将突破 今天呢 只有一个类股是上涨的 那就是像网通啊 卫星这种的 各位都知道 如果呢 像打仗的时候啊 什么东西都不能 通讯很重要 卫星啊 电话 联络 网络嘛 你电脑也要网络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今天呢 32大类股当中 其他都变黑色的 只有网通啊 这种卫星的有红色的 就来自这边 当时那个乌克兰啊 他们在那个 俄国在打他们的时候 他们是有些那个通讯不良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 要不要打 最好是不要打仗嘛 那你要不要打仗 不要打仗 那随时都要有电话嘛 像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手机嘛 那网络很重要的 所以这时候大家去想啊 这个网络啊 在今天呢 是唯一整个 整个族群来讲比较强的 所以呢 这张股票 各位注意了 以这样的一个走势来讲 很快要突破这里 大脚都进来了 万八 吃货尾盆出 接下来 这张股票 今天说实在的 又给他掌声鼓励了 今天这张股票 黑 收到平盘 很简单的道理 开低拉高嘛 那就收红K 所以为什么呢 珊珊老师选的股票 跟各位想象不一样 当你们每个人在害怕 大盘跌了200多点 跌了300点 那我的股票 你从刚才看到现在 是每一支都很强劲 对吧 来 这张股票 黑收平 重点来了 哇 现在什么时候了 大家很害怕 怎么有日K3年红的股票 对 他叫生洋半 再生金元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圆打错了 再生金元 但是这个地方各位看到量是一天比一天多 有没有 这标准就是准备要往上突破的 第一个突破哪边封闭这个洞 然后往上面挑战新高 所以这个当时机来的时候 一点火直接就爆上去了 为什么人家来买这个 为什么连续三天红K 注意了 这股票 台积电上上游的再生金元 这样了解吗 好再来 资源 今天真的比其他人都还强 尾盘又来买 重点是 今天好像有低阶买盘 你们看这个量 哎 大家都知道啊 政治地缘风险都出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啊 这样子一个抖来抖去抖来越走越高 各位想到什么 昨天8月1号 我跟各位说 这边连续黑K看起来很恐怖 但是以这个量能已经卖无可卖了 对不对 我说这边有打两只脚的雏形 结果今天发现什么事 哎 红色的嘞 明天只要越过今天红色的高点 这涨股票就可以宣办两只脚打成 那今天雏形出来了哦 所以大家要抱着感恩的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真的哦 量有比昨天多了哦 我说这种啊 无厘头的搞怪 无厘头的下来 你今天第一个 明天直接就冲出去了 很容易造成这样直接拉了 因为这股票啊 财报好都报嘛 那你筹码该该要出来都出来了 大脚吃了 而且今天是这种格局 还能够形成这样的红K 大家注意了 两只脚雏形出来了 昨天给你预告 他要打两只脚 量缩了嘛 卖无可卖 今天增量红K 所以要怎么把握这些股票 来问珊珊老师 大家在悲哀 大家在害怕 你不用怕 你来问我 因为有护国神山 亲爱的投资朋友 火箭7号 火箭7号赶快来预约 在今天盘中 我已经PO给Telegram的粉丝 告诉你们 这张股票赶快来预约 昨天8月1号 我郑重跟大家推荐 火箭7号 碗形底 碗形底 万般打底 尾噴出 今天发生什么事 哇 特写哦 红色的耶 大红十字耶 啊对 大红十字 赶快预约霸占 因为这档股票 万般打底尾噴出 我在倒带 昨天就是这样子 十字对不对 哇 今天这样 哇 对 这个时间点 就要买这种特殊底彩 这样了解吗 不会买不会做 来找我 我要告诉大家 史上最强悍的护盘行情 万事都要护盘 今天你们终于明白 这就是大家长的信意 希望你们能够跟着 珊珊老师一起来努力 大人做主 跟买就好 祝大家能够一路顺利 台股加油 有缘分 有不起大家 一同来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 就是你 你 你 呀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